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四个小题目就讲这个孔子 我们说在春秋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 出于一种重大的一个转折期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长期以来 带有这个氏族制 残语的早期国家形态 到了春秋末 转化成为一种 比较成熟的一个国家形态 我们说这个历史是向前跨境的文化 那么在文化方面的发展 也是很土俗的 就是春秋和春秋以前 我们说这个接受文化教育 是贵族的一种特权 那么从春秋末开始 变化在哪呢 就是原来学在官府的 这种老的传统 有的变化 就是说文化教育 渐渐的面向于这个社会 社会 或者说面向于民间 不是这个教育 文化 不是像过去 成为这个贵族的一种特权 而现在怎么开始 面向于这个社会 面向于民间 而这个孔子 我们说他是一个 带关键性的人 也就是说进入这个战国以后 例如说百家争民 实际上我们说应该是 由这个孔子 所带动起来的 这个使古代的文化 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当然我们说这个时期 中国这个时期出现这个变化 我们说也是世界的潮流 因为跟孔子同时 在西方的希腊 或者东方的印度 同样他们也出现了 这种了不起的 这个伟大的责任 哲学家 使得整个世界文明 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那么孔子 他的名字叫 孔秋 浩仲尼 他是鲁国人 生于公元前的551年 足于 死于这个公元前的479年 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 我们说他做的 他做的官 他没有做什么大官 做的几人 这个都是小官 所以从他自己来讲 他的政治的这个报复 他并没有获得什么 这个是吧 实现 所以在他这个死了以后 反而他的学说思想 日益就受到 人们对他的重视和赞扬 特别是对以后的中国 和中国人 我们说起到过 不可估量的 一些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作为这个孔子 这个他的学说里面 那个主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人 人 这个人在过去 应该说这个中国人 并没有怎么 讲这个 讲这种 这个人力 这个学说里面 这是由这个孔子 所提出来的 他的这个学生 就问 问这个孔子 请教 说这个人是什么东西呢 他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这么两个字 爱人 你去爱一个 爱别人 那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学说的一个最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例如说他这个 有一次这个马旧 马房 马鹏 马鹏 失火了 那么孔子他首先问了什么 不是说这个 因为我们说 古代这个马也很值钱 很宝贵 马旧失火了 那这个如果马要烧死了 对这个主人来讲 他就很大的残忍 但孔子问了什么 不是问马 说损失了多少马 说伤了人没有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出来 在孔子心里面 孔子的心 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人是最 最宝贵的 他比那个马 之前那个马 那个重要得多 所以他成为什么 人成为他所提倡的一种美德 当然一个人要达到 能够这个 有这种人的这个 这种品格 品德 并不容易 所以他不是讲吗 讲这个 就是要对科技福利 科技福利 就是要对人 要对自己什么 要有做不少的克制 对人性 也有克制 那么这样 你才能够 能够去符合 这个理的要求 理是一种比较 一种这个 对这个道德的 比较高的要求 的一种体现 那么怎么样能够 达到就这点呢 就是他要求 有一种自省的功夫 或者叫内省 或者叫这个 后来人叫做修养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 并不是说 我们说自发 我们说人可以达到 这个人的这种品格 不是 而且人要通过 很多这个 一种苦练的功夫 他才能够达到 才能够提高 提高自己这个 这个道德的这个水平 那么这个 理子的什么 理子的一种 理想的一种品德 品格 是吧 所以人的学说 我们说 非常重要的 它是具有人道主义的一种内涵 我们说 我们对这个孔子 这个人的学说 比较高的品项 就是说 它是一种人道主义 那么人在这个政治上 它也有所体现 既然是人成为这个儒家的一种 核心的一种思想 那么 那么儒家的政治学说 当然也包含着这个人里面 例如说 这个孔子常说什么 说这个应该什么呢 我们应该经常去什么 去关心这个老百姓的生活 在政治 所谓叫做结用而爱人 结用 结用就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开支 尽量的减少 然后来这个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开支 是吧 来源在哪儿 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 钱嘛 钱都是从老百姓 所以我们为了要减轻 让这个人民负担轻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 国家应该把这个开支 开销是吧 你要把它节省一点 节省一点 让老百姓的负担轻一点 所以他说这个养民也会 这个会是恩惠的会 说你这个对老百姓 主要你要是什么 用这个恩惠的这个办法 来让老百姓能够 生活好一点 负担轻一点 所以让这个老百姓 获得一些 一些这种 实际的一些好处 所以他反对什么 反对对老百姓 什么严苛 对对老百姓那个苛 很苛苛是吧 他坚决反对 你对老百姓应该 应该宽松 宽松一点的态度 他说宽则得重 他说你对老百姓宽 你才能够得到 老百姓对你的这个拥护 所以他就要用宽厚的手段 去赢得民心 所以他对于用暴力 用严苛的手段 去治理国家 治理老百姓 他坚决反对 他说论语里面就是说 只为政 应用杀 就是说你这个为政 你治理老百姓 治理国家的人 你不要用这个杀人的 这个手段 去对付这个老百姓 也就是说你不要用 这种严苛的手段 对付老百姓 你用这个刑法 用这个杀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他提倡所谓 所谓叫做民德圣法 你要用这个德 而且你要慎重 去用这个处罚 刑法 那意思还是这意思 就是用软的办法 用宽大的办法 宽重的办法 对付老百姓 而不是用这个 很严苦的办法 去对付老百姓 所以他这个主张 为政以德 你这个政治的话 应该以这个德为 这个什么 这个主 所以他认为用刑法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用这个德 用理 就是用这个缓和的办法 去治理老百姓 这才行 所以他对于这个 当权者也提出了要求 他认为你这个 当大官应该什么呢 应该对自己 应该要有严格的要求 所以要做到什么 以身作则 那么这个百姓才会 服你 才会听从你的这个指挥 他认为这个对治理国家 对老百姓 也应该什么 要求老百姓什么 来不断能够 提高自己的这个道德水平 所以他说 治理老百姓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应该注意什么 老百姓的物质生活 对不对 要让那个老百姓日子过得好 那么日子过得好了以后 对老百姓怎么办呢 对老百姓提出什么要求 就是让老百姓也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道德水平 所以我们说这个 他这个治理国家 就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一个办法 就是首先是要注意经济上 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 然后呢 从这个思想上 要提高一个道德水平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 才能够成为一个 一个治理好的 能够治理得好的国家 你如果缺一 也不行 你尽管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 但你不去提高这个老百姓的思想水平 人道德水平 那你这个国家可能还是有问题 还会出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孔子很注意什么呢 人的这个群体关系 他强调所谓中树之道 树就是这个宽树的树 中树之道 中树之道这个核心什么 很简单 就是八个字 己所不欲 互施于人 也就是说 你要经常要想到别人的利益 别人不喜欢的东西 你不应该去塞个别人 对不对 你要替别人设想 我们说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点 就是说把别人的关系 你考虑到别人的利益 别人这个 这样你跟别人的关系就处好了 如果说你强调你 从自己这个利益出发 那你跟别人你就处不好关系了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 这个我们觉得很重要 而且还有就是说 他对人的这个伦常关系 他也很重视 什么伦常关系 就是说 在一个社会里面 有这个君臣的关系 有父子的关系 有兄弟的关系 他认为这个也应该要出发 所以要提倡这个孝啊 忠啊 忠 你对这个君主要忠啊 当然这个君主 我们说对这个丞相 应该是这个慧 他都有这种 这个就人常的关系 我们说这个这样 我们说如果说 维持一种这个正常的关系 这样我们说社会 就可以这个 有那种凝固剂了 社会也可以这个安定 不会出乱子 如果这种关系 人常关系你出不好 这个社会就会出麻烦 所以儒家要求了 还有就是要求 人应该从自己做起 所谓的修身 我们说这个儒家 也是儒家这个学术 很有特征 就是说要这个人 我们说人 不是说这个人的生下来 他就有很多很好的品德 不是 而这种品德应该是 通过自己思想斗争 思想这个来改进 才能够得到 例如说像这个家庭也很政治 所以家庭因为是一个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单位 家庭的和睦 如果说这个家庭都不和 老人闹矛盾 你这个社会 你也不会得到很稳定 所以这个儒家 我们说这个 他讲究这个 我们说理想很重要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鬼神迷信 孔子也有自己的看法 例如说 受了历史条件的影响局限了 当不可能 当时人对这个迷信 鬼神都不相信 这就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说 他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 所谓叫净鬼神而远之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 这个鬼神的存在 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要跟他沾得太近 我们要跟他离开 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这个孔子说 他这个什么怪啊 利啊 乱啊 神啊 他不太 在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 所以这个我们说 他还是以这个人事 重视这个人事 为主 所以这个我们说 对中国人后代 影响非常大 因为中国人 我们后来没有一种 像十方的 像阿拉伯人的那种 一种宗教 那么从这个战国开始 我们说这个儒家 成为一种这个 受伤的一种显学 就是说 能够得到很多人 这个是吧 相信的一种 一种这个思想 那么从汉到清 我们说儒学 成为中国人的一种 思想的支柱 对政治文化教育 各方面 我们说都 起到这个积极作用 特别是近百年以来 中国这个肌肉 肌贫 可说进入一个低谷了 不少人把中国的落后 就归咎于这个儒学 大有一举要 要把它消灭到 而后快的这种感觉 这种心情 我们说可以理解 因为中国是 政治处在 一个非常 又贫又弱的 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也 我们说完全也忽略了 就是它在历史上 所起伏的积极作用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我们说离不开 自己的一个历史传统 我们说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 一直发挥着什么 一种积极作用 所以现在 有论甚至就用说 说儒家思想 实际上成为 融入到中华民族的 性格里面 所以我们近三十年来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和中国人 长期受儒家的思想 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说这个儒家 让我们这个儒家思想 使中国落后不对 应该说我们之所以 今天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还要归功于 我们中国 几千年来 我们受儒家的影响 这样一个 所以这个 例如像现在 这个英国人 这个大百科学书里面 这个儒家这一条里面 我觉得他一个看法 就是代表外国人 代表外国人 外国人一种看法 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儒家思想 对于人类 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觉得 虽然这个是一个 外国人的看法 西方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讲的 也觉得 他这种说法 应该是比较符合时机